母娘上帝 母娘上帝是否存在天? 仆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,无所导也。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,又为天理。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 于所佛者,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。 上天又会唾弃我唯唯乎,唯天唯大唯大啊!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,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 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忍于私人也。 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精骨,恶其体不,空伐其身,情浮乱其所为。 所以动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。 道大道无情生于天地,大道无情运行日月,大道无明。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,向明曰道。 心静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,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 知己事也不能见,但借着所造之物,就可以晓得。 要人无可推诿。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,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?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。 但是很多人,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的人有一位明明中的不在。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,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,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,成是在天生死有命,不贵在天。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,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,若事情已经绝望了。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,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。 我们会高庆的多天里,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,看不见的并不表示,就不存在。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,虽然看不见电波,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,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,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。 上帝,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,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,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,万物的创始者。 有一位真上帝,有一位真上帝,有道道,与神同道,就是神。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,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 新约约汉福音一一,三圣经创世纪,一点零一分。 写出神创造天地。 一是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 GENERAL ONE COLON THREE 神说要有光,就有了光。 GENERAL ONE COLON FOUR 神看光是好的,就把光暗分开。 . icial